我聽不懂來的 假設已物侵入的警告 身上被來的 冠軍的情形疾病 測查科德的病毒 測驚離頭的情況 平交道警鈴噹噹響 再加上異物侵入的警告 三種語言不斷重複 這個聽一分鐘還好 聽了二十分鐘 不管是誰都會很煩躁 今天凌晨大概四點半 五點半的時候 我在睡覺 然後狀況 腿入平交道的廣播系統 警鈴狂想 車輛全被擋在柵欄後方 但等了二十分鐘 一輛火車都沒有 二十二號凌晨五點多 位在花蓮市中華路的平交道 火車耗質感放下之後 根本沒有火車經過 警鈴變成噪音 車輛也全都動彈不得 讓附近民眾不堪其擾 原來是因為這個原因 當時有一輛 軌道的工程維修車 然後他在建國路跟中華路平交道之間 好暫停 然後剛好感應到那個中華路平交道起重點 工程車就停在感應器前 雖然距離平交道還有點遠 駕駛根本也沒發現 民眾過不了 也只好進入平交道 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但人一進去 障礙物偵測系統也跟著想 警方接貨通報先到廠指揮交通 台鐵工程人員一早也到廠處理 只是附近民眾抱怨連連 因為這平交道經常在故障 台鐵也表示 已經把狀況通知給系統廠商 後續會再來做優化 只是民眾只希望每天珍貴的睡眠時間 能不被干擾 TVBS新聞高中 中文宣花蓮 超報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